水果网套一般都用来保护水果 但我们把水果买回家之后 这些水果网套却变成了废弃品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妙用 妙用一 水果网套变身洗碗布 我们把水果网套挤上一点洗洁精 然后用水打湿 接着用它来清洗油腻的盘子 瞧 被洗过的地方干净多了 水果网套是镂空的 在擦洗的时候增加了摩擦的面 摩擦力会大很多 就会产生丰富的泡沫 这样碗碟就可以擦洗得很干净了 而且只需要一点点洗洁精就可以 非常的省钱 而且连抹布都省了 妙用二 防止肥皂变软 肥皂盒里面往往会有很多的积水 香皂长时间浸在积水里 很容易滋生细菌 只要把网套放在香皂盒里 然后再把香皂放在网套上面 这问题就解决了 网套隔绝了香皂与盒子之间的接触 水就可以轻松地滤下去 而且网套可以吸去香皂上多余的水分 使香皂保持干燥 另外 水果网套还可以清理洗手时 垫过香皂的水果网套 不需要在家洗涤剂 就可以擦出泡沫 看 洗手台被擦得一干二净 其实水果网套还能清洗塑料澡盆呢 我们先在水果网套上打上肥皂 然后再来洗刷洗澡盆 网套比刷子要柔软得多 不仅能去掉污渍 还不会留下细小划痕 真是一举两得呀 妙用四 椅子坐垫 巧防滑 椅子坐垫每次起身都会掉 很是麻烦 尤其是弯腰不方便的老年人 其实我们只要先在椅子上垫两个水果网套 水果网套能够增加椅子与坐垫之间的摩擦力 再放上坐垫 看 这样再起身的时候 坐垫就不会掉下来了 咱们再来看看家里的木椅子 总是担心椅子腿会把木地板刮伤 妙用五 地板巧防刮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四个水果网套就可以搞定 把水果网套套在椅子腿上 水果网套就能够起到保护地板的作用 这样椅子腿就不会挂伤地板了 妙用六 开水杯巧防烫 玻璃杯容易倒热 先给玻璃杯套上一个水果网套 然后再倒上热水 这样既防滑又不会烫手 还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 很是实用 谢谢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